1.0狂猜生日期 專屬本身的生日大機器 三大好理一次送給你 加速一個月的會期 11月份算1.0的 萬元生日期 加上獨家的1.0心理 村民造 還有還有 第四季的祝賞 黑馬標股 拜託你在祝賞之前 集球中卡位 跟著最美壽星1.0 低階部局 財品三倍試在地區 加入1.0的 小老鼠OK一切八八 或拨打生日大尊重線 251.077 251.077 各位觀眾朋友 歡迎收看股市1.0 來看台北股市蓄橋 中場獎141點 收在16649點 成交量是2706億元 那尖盤是怎麼解析呢 現場為你邀請到兩位專家 首先歡迎到 是永成國際投顧 徐玲分析師 玉玲老師好 李玲家族的家人大家好 我是1.0 各位歡迎到 時辰一群分析師 一群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今天排名上官 我趕快問你 先請教玉玲老師 今天行情持續呈現的大漲 那我想問的是 你賺到錢了嗎 重點是呢 能 誰能夠在 萬六之下低階 來去做佈局 誰能夠在市場上面 最悲觀的是 夠提醒你 跟著我反市場的低階 所以今天的節目很精彩喔 精彩的一個點是在於 集團作帳的個股 是不是如同一點的預期 火力全開 但是呢 重點是集團作帳的個股 你要買誰 你才能夠賺大錢 所以我今天會從聯電集團 會從威盛集團 會從群光藍天集團 以及羚羊集團 來給大家實戰的交戰 Are you ready? 準備好 跟著我一起集團作帳的加持了嗎 除了集團作帳的個股 我會告訴你 誰該低階 誰該高賣之外 更重要的是 你可以發現到 今天的PCB的副橋 以及量大的一個成交股的文業 再度形成了長紅的突破 而接下來的PA 相關的個股 例如穩茂 例如宏傑科 到底有沒有機會 在第四季形成了 谷底翻揚的態勢 那當然今天 一部分的資金 也跑到了機殼相關的概念股 例如銀廣 開始形成了一個低不破低的 谷底翻揚 而行程再度形成了一個短底的成型 而散熱的個股 到底誰能夠形成街棒的演出 等一下1.0都會告訴大家 然而你可以發現到今天 除了PCB 除了機殼散熱有來去做發動之外 還有高價的個股 尤其IC設計股的榮頭聯發科 今天再創新高 創新高它代表是7字頭的聯發科 1.0帶你提前掌握 而世新KY還是穩坐古王的寶座 形成了一個再度創 波段新高的走勢 所以你可以發現到 今天的一個材料KY 今天盤中差一點點 來到漲停滿的價位 那我們如何去複製材料KY 一檔標的大賺一倍以上的走勢 都在今天的小老鼠OK1788當中 與親愛的你來去做分享 Are you ready? 跟著我一起進入到 第四季的集團作帳的行情 效應了嗎? 好 那我當然要特別來告訴大家 其實當你回顧這一波的行情 尤其10月26號 我不曉得你在做什麼 但是10月26號 你去看一點的東森盤中連線 甚至一點的影片 甚至一點的YT 尤其2023年的10月26號 指數在破新低 台積電聯電形成了向下的跳空缺口 當天我就在節目裡面告訴大家 當台股破新低的同時 誰會是挫殺股 我當時候還特別跟大家講 台積電聯電它留有向下的跳空缺口 這兩個向下跳空缺口 都會被回補 而且不到兩週的時間 台積電聯電已經回補了向下的跳空缺口 重點是在2023年的10月26號 當你最悲觀 最害怕 當指數破底 而且跌破萬六的時候 我是如何事先公開告知 我的低階的操作思路 來 請你看VCR 每一次留有一個向下跳空缺口 這個向下跳空缺口 會被回補 聽懂嗎 這個向下跳空缺口 會被回補 所以今天是你殺低股票的時間點嗎 不是的 親愛的好朋友們 是不是要給1.0一個愛的鼓勵 是不是要給1.0一個很大很大的讚呢 來 我先告訴大家一件事 因為你只要看到1.0的節目 你可以發現到1.0的操作 真的就是叫做三個字 快很準 當天台積電 當天聯電形成了一個向下跳空缺口 而且當天說實在的 你知道嗎 東森盤中還有一位記者 特別私底下問1.0說 1.0啊萬六可不可以守得住 還特別拿台積電聯電 跟這位東森盤中連線的記者來說 我說過以往 以1.0看台股的一個走勢這麼久 通常有向下跳空缺口的時候 都會被回補 那你可以發現到 你可以發現到 台積電 是不是形成了一個回補缺 而且幾乎是V型反轉向上的走勢 而聯電今天又再創近期的新高 但是今天聯電再創波段的新高 是你要買還是要賣 等一下1.0會告訴大家 所以我才會告訴大家 近10年來第四季的台股 尤其上漲的概率高達了90% 而且11月份我說過 我是11月份的壽星 那我也受到很多人的祝福 11月份台股上漲的概率 以過往的歷史統計來看的話 基本上就是100% 當然我不想跟大家講100%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如果妳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都沒有賺到錢 妳第四季的行情一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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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握住 但是如果妳這一波真的沒有把握住 現在還來得及 因為接下來1.0會帶著妳 從11月份開始 而且到過年之前逆轉勝喔 所以我也特別來告訴大家 第一個 妳現在還沒有加入一點的Light的好朋友 記得拿起手機加入一點的Light 小老鼠OK1788 我的Light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個 我會有一個盤錢搶先報 我會讓妳先掌握到行情的脈動 看得懂行情 做得對動作 更重要是跟對我的節奏 所以我在我今天的盤錢搶先報裡面 我就說了 今天的台股會呈現持續大漲的態勢 尤其在上週二 當指數破低來到了15973點的時候 我還特別告訴大家 我反市場的操作 尤其在16的同時 我也特別告訴大家 這個是叫做相形的下緣 相形的下緣 第四季就會先回在上 我無論是在我自己的YT 或者是在我自己的東森盤中連線 每週1 3 5的11點35分 到11點50分 跟大家實戰的教學 那你可以發現到這一波 這一波由於在鮑爾的言論 開始釋放出鴿派的聲音之後 美元指數的一個偏弱 台幣的轉強 我到時候告訴大家的是 台幣要特別去注意到 32.5會不會出現央行主扁的關鍵 而台幣從32.5之後 就開始一路的油扁轉升 所以當台幣的油扁轉升 大型的個股 例如台積電 例如聯電 形成了一個向上的一個表態 那高價股的四星KY 甚至聯發科 它再度形成了領軍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等一下會從集團作帳的效益 以及機殼 散熱 還有接下來會公布呢 11月10號之前要公布10月份的一個營收 以及第三季的一個財報 而財報加的個股 政策做多的個股 我們該如何提前的掌握 Are you ready? 所以我說過 我的節目從頭到尾都非常的精彩 你任何一分一秒都不要錯過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集團 尤其很多人都在1.0的lighter裡面 問1.0多 聯家軍的集團 今天的系統為什麼尾盤拉伸起來 那現階段的一個系統 該怎麼去看 這個是聯電集團 再來威盛集團 為什麼今天的威盛開高走低 而且還大跌了6%以上 而群光集團當中的群光跟群電 我們該如何看待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的是 集團作帳的個股 第一個你該如何上車 第二個你該如何在高檔安穩的 把最好賺的利潤放在口袋當中 所以這個是1.0 從實在的角度要來告訴大家的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聯電 我先來問大家 聯電就以今天的這個位階而言 你會站在買方還是站在賣方 給大家3秒鐘的時間好好思考 1秒鐘 2秒鐘 3秒鐘 很簡單 如果你今天有看1.0的東升盤這種連線 我直接說囉 今天的聯電它叫做1.0高盤 1.0高盤50.1 請你先站在獲利調節的賣方 除了聯電之外 今天的聯有剛好來到了499.5 也就是接近500塊的整數關卡 所以這個位置點也不是讓你盲目的追價 反而是可以短線急掌站在賣方 而我在東升盤中連線接之前 我也特別告訴今天的曾偉 甚至東升盤中連線的觀眾朋友 我說今天的一個威勝 它來到了151塊錢 過高就會有當沖隔日沖的賣壓出現 所以今天的威勝也應該要站在獲利調節的一方 那當然你要知道的是 我特別把一檔標的馬賽克起來 這一檔馬賽克的集團作帳的個股 到底是應該要買還是應該要賣 那如果你有集團作帳的個股 你要知道接下來該怎麼去做操作 如果你想要知道的好朋友們 聽好加入一點的LINE AT 小老鼠OK1788 一點的實戰的撇步 都會告訴大家 而且解碼給大家看 都在一點的小老鼠OK1788當中 與親愛的你來去做分享喔 那除了這樣子之外呢 我們來看一下聯發科 其實聯發科喔 七字頭我是如何 在每週一次的實戰零距離當中 事先幫大家來去做掌握 來 請你看VCR 從它的越K線級別 低一點越墊越高的同時 接下來就是等一個東風來 而這樣的東風來 就是多方的攻擊量在一起 所以拉回來遇到支撐 而且這個支撐有手 可以來去做一個波段零接的布局 好 這個是一點零 在每週一次的實戰零距離當中 告訴大家 七字頭的聯發科 當時候沒有老師再提聯發科啦 只有一點零從台灣工研院 產業分析師的角度 是不是告訴大家 IC設計的產業它開始露出了曙光 我當時候的IC設計的產業的 第一支股票就叫做聯發科 而當時候的聯發科 還在700多塊錢 而如今的聯發科 一個月的時間 已經來到了逼近900塊的關卡 也就是說 一個月多的時間 你的聯發科 已經賺了將近22%的一個幅度 所以我說 如果你只有一套資金 你喜歡做高價的個股 無論是聯發科 無論是世新KY 甚至材料KY 我們該如何低階佈局 這個很重要 所以我才會告訴大家 如果你想要掌握著接下來的產業的脈動 這一集你一定要去看 10月1號1.0錄製的產業1.0的IC設計股 如何透出曙光 我如何透由我的台灣工研院產業分析師的角度 來幫大家挖掘產業的真相 所以還沒有訂閱按讚分享1.0的股市1.0 許玉玲YouTube頻道的好朋友們 記得拿起手機訂閱按讚分享 因為你的訂閱 因為你的按讚跟分享是1.0 每周錄產業1.0的最大最大最大的動力囉 也謝謝我們所有李林佳佐家人給一點的支持 除了聯發科再創新高之外 我在當天我也特別跟大家講到 身家電子 很多人對身家電子是比較陌生的 身家電子它其實跟摺疊機有相關 而且它最主要的客戶是三星的一個大客戶 在這一波三星的摺疊機賣得很好的過程當中 而做身家電子的組裝廠 它就會有利機可圖 所以當時所有的身家電子還在365塊錢 而如今的身家電子今天又再創新高囉 創新高代表的是這一波押回來買進的人 你都能夠賺到身家電子的錢喔 那當然我也感謝我上週 我收到大家滿滿的愛 尤其我們李林家族的家人有一位陳太太 真的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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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支持我 那我們這位陳太太呢 她算是應該還算有一點資金喔 然後呢而且她是獅子座的人 獅子座的人言出必行耶 謝謝陳太太 給一點您最愛最愛的小香包 那當然我也不是跟大家炫富喔 我其實是收到大家的禮物 我其實是很開心 我可以感受到 我是一個很幸福很幸福的人 那一樣的今天在指數呢 又在持續大漲的過程當中 好跟一點您做一個小互動喔 雖然已經有不少人都知道 一點您是幾月幾號生的 那一點您生日夠夠夠 到底一點您是幾月幾號生日的 再給你猜猜看喔 那再猜錯的人 一點您真的要打你的小手手 打你的小屁股 那當然我說過 答對的就會有特別的喔 記得在light當中留下你的姓名 留下你的電話 猜猜看一點您是幾月幾號生日的囉 OK 那當然除了這樣子之外呢 世新KY 世新KY這一波 其實你可以發現到 無論是世新KY 連發科 我的買點都掌握得非常好 甚至世新KY這一波跌破了季線的下方 我還特別告訴大家 跌破了季線的下方 它是一個絕佳的買點 當時候的世新KY來到了1765塊錢 而如今的KY已經快逼近了3000塊錢 而且已經成為台灣的股王了 這個就叫做呢 目前知道資金的輪動 你就可以把你的資金來去做放大 那當然除了世新KY之外呢 大戶有沒有在做多 其實從高價股的動向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例如世新KY的創高 例如連發科逼近了900 還有圍影打出了雙腳 還有我們在五字頭買進的材料KY 今天差一點點再度的攻上掌平板 拉出一根長紅K 但是我也特別來告訴大家 高價股的一個操作思路 除了世新KY 還有什麼是隱藏版的黑馬股 如果你想要知道的好朋友們 記得加入一點的Light 8 小老鼠OK1788當中 1.0就會把這一份重要的資料解鎖給大家看 那當然今天的材料KY 盤中又再度的大漲 這個叫做什麼 踩對節奏跟對人 你就能夠賺到材料KY最好的價格 那我也說過 跟著1.0的好處就是 第一個我會帶你反市場的操作 第二個你的成本會比別人至少低20%以上 而且我說過 相信看見大戰漲停就是你的 例如這一波的戲頭 我如何帶你二字頭掌握 三字頭再來去做佈局 四字頭再叫我們的零家族家人 來去做一個提前卡位 而材料KY的這一檔標的 我們如何一檔標的大賺一倍以上的走勢 所以無論是我們頂級清代的楊大哥 王大哥 專屬家人的陳大姐 如何五字頭的買回七字頭的加碼材料KY 一檔標的大賺一倍以上 所以我才會說今天1.0是我的生日慶的一個最後一天 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1.0狂歡生日慶 專屬粉絲的生日大驚喜三大好禮一次送給大家 今天是最後一天喔 所以如果你想要跟上接下來1.011月份的全新佈局 這一檔標的叫做一鼓定江山 今年的EPS也就會往上來走 美系的一個客戶的高階產品開始放量 重點是位階還夠低 而且法仁在評估接下來的上漲目標有三成至五成的利潤 跟著我在起漲之前提前卡位 1.0狂歡生日慶 專屬粉絲的生日大驚喜 今天是最後一天 三大好禮一次送給大家 記得在lite當中留下你的姓名 留下你的電話 跟上我11月份一鼓定相三的 起漲之前的好買點的佈局 當然還有一點點時間喔 再來跟大家講一下聯家軍的個股 為什麼今天的系統尾盤能夠拉伸 而尾盤拉伸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你低階的機會 而在上週五1.0在一開盤的過程當中 在61塊錢附近先來去做獲利調節 調節不是不卡卡 調節是為了讓我們接下來更多的新進家人 來去做一個低階佈局 甚至今天的聯電 今天的聯友 在形成的一點高盤的過程當中 應該來去做一個 急掌獲利賺錢入袋的動作 而連結 短線的轉牆關鍵在哪裡 如果你想要解碼解鎖的人 聯家軍的操作思路 我會放在哪裡 我會放在Lighter的首頁 小老鼠OK1788當中 與親愛的你來去做分享 那除了系統之外 你可以發現到新系統這一波 我們的Lighter幫大家提長掌握到二字頭 甚至三字頭帶你來去做提前卡位 新進的家人在48塊錢附近來去做低階佈局 而我的靈活的操作就是 在上週一開盤61塊錢附近來去做獲利調節 調節之後哪裡是低階的機會 請你跟上我全新的佈局 而系統的下一步看誰 看洪家聰 因為洪家聰全球都會有來個設廠的因應 尤其他非常重視的ROE跟毛利的部分 會讓接下來的一個洪家聰的個股 形成了一個比價的效應 所以我也特別來告訴大家 如果你想要知道連家聰的操作思路 來 請你加入一點的Lighter 小老鼠OK1788 1.0就會告訴大家 如何掌握到連家聰的操作買點 那系統的這一檔標的 如果你想要知道接下來如何低階佈局 請你跟上我盤中的操作 所以我們也謝謝我們非常帥氣的溫大哥 送給1.0有生花 而猜猜看1.0生日是什麼時候 猜對的人 有Special的喔 記得在Lighter當中 留下你的姓名 留下你的電話 而且今天是活動的最後一天 大家一定要把握 掌握到1.0的盤中指令 你可以賺到最好賺的利潤 例如威勝 威勝我沒有賣在最高點 但是每一次威勝的拉高 我一定帶你掌握到最好賺的行情 所以當你看到了聯發科的創高 當你看到了IC設計輪動輪掌的走勢 來一點的訂閱按讚分享 記得把它訂閱起來 因為接下來會有很多IC的個股 形成了輪動輪掌的效應 那今天的林陽集團 我們該如何看待 今天的身家集團 在創高的位子當中 應該要急掌先來站在賣方 所以我也特別來告訴大家副喬 副喬是PCB的低價轉折的標的 light當中幫大家掌握到 1字頭的好買點 而如今的副喬來到了2字頭以上 而接下來PCB以及財報家的個股 像是副喬 像是穩帽 甚至PA當中的紅捷科 我們該如何看待 還有今天亮大的一個文頁 拉出了一根藏口 到底要站在買方還是站在賣方 都在1.0的小老鼠OK1788當中 與大家來去做分享 那今天的營廣形成了一個大漲 那當然機殼散熱的個股 要特別去留意到雙紅 因為雙紅1.0在東森的盤中連線 甚至在我自己的YT頻道 特別告訴大家3DVC的一個賺錢操作思路 如果透過短加長的應對 帶著你掌握一段又接著一段的好買點 所以跟著1.0掌握到最好賺的一個效益 而且1.0狂歡生日氣 專屬粉絲的三日大驚喜 今天是最後一天 三大好禮一次送給大家 最重要是一股丁加三 我會帶你在起掌之前來去做卡位 重點是在法人評估上漲的一個目標 有三成至五成的利潤 跟著我在起掌之前卡位 而且今天是1.0狂歡生日氣的最後一天 記得記得三大好禮一次送給大家 留下你的姓名 留下你的電話 跟上我全新布局的機會 好 那更多操車 再次見廣海區再起玉琳老師幫大家做解析 歡迎回到我 我是1.0這把時間交給玉琳老師 我先謝謝我們李琳家族家人給1.0滿滿的愛 尤其飯姐給1.0非常好吃的紅葉生日蛋糕 所以來動起來1.0生日Go Go Go 猜一猜1.0到底是幾號生日的 答對的會有Special 記得留下你的姓名 留下你的電話 告訴1.0 1.0是幾月幾號生日 那當然紅寶是再創新高 再創新高應該要站在哪一方還是賣方 而AI家在探權形成了低檔的一個加溫 誰將來去做接棒 所以我們如何去複製材料KY 一檔標的大賺一倍以上的走勢 所以紅寶的這一檔標的 今天在集長的過程當中要先站在賣方 而零巡該如何來去做佈局這一份資料 我會放在Light的首頁 而其後我們掌握到最好的買點 重點是1.0 1.0東森盤中連線 還有聯發科我如何掌握到其上的轉得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1.0股市1.0許玉琳YouTube頻道 那當然跟著1.0你可以體現卡位 就像材料KY就像系統就像定理投控 我們如何卡位在集長的好買點 而1.0狂歡生日慶 專屬的粉絲生日大驚喜 而且三大好禮一次送給大家 今天是最後最後一天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住 重點是一股定江山的這一檔標的 法人在這裡偷偷的卡位 重點是法人上條的一個目標價 也會有三成至五成的利潤 一股定江山我會在集長前 帶你來去做買進 所以1.0狂歡生日慶 三大好禮一次送給大家 今天是最後一天 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留下你的姓名 留下的電話 跟上我全新覆蓄的機會囉 好 非常感謝來賓的分校庭 觀看有了本工序所推薦的分析師 對表在正確無當值才無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請供參考 投資料獨立判斷選項評估 制服投資風險 遵守著順利 我們再會 1.0清理千里照 還有還有第四季的祝賞 飛馬標股 帶著你來欺賞之前 集合新卡位 跟著最美壽星1.0 BJ布局 財品三分試在不行 加入一點點來 APP小老鼠OK1788 或撥打生意大專專線 251.77 251.77 251.77 MING PAO TORONTO